首先提醒大家雷暴警告信號現證生客 雷達圖像看到隨著東南風 今早有些雷雨區影響著香港 香港部分地區都錄到數毫米的雨量紀錄 看遠一點雷達圖像看到 在我們海區都有些趙雨發展 所以今天預計的廣東元朗地區 都會是一些趙雨陽光的天氣 仔細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會是短暫時間有陽光 有幾陣趙雨 局部地區有雷暴 最高的氣溫會上升至31度 吹和緩的東南風 而今天紫外妹妹繼續擁抱我們 預計今天陽光趙雨的天氣 紫外線指數預計最高會上升至9度 一個甚高的水平 所以今天大家外出活動 都要做好防曬的措施 我們一起看看衛星圖像 香港這個位置 其實看到我們元朗地區的雲層 其實慢慢逐漸轉搏 因為在中國的東南元朗 的一個高峰反氣旋 其實慢慢增強 我們所以預計 其實未來的幾天 開始會漸轉天晴 天氣酷熱 看到星期六天 預測最高的氣溫會上升至33度 現在暑假 大家可能去附近旅行 要留意一下天氣 我們看到其實現在在一個熱帶氣旋 雲層 預計會在未來的幾天 是橫過西北太平洋 並且大致移向日本方向 如果去當地旅行或活動 都要留意當地的天氣情況 都要留意當地旅行 這次主要是 如果從機場 我們從那裡 就在前面 發生了 一些 雲層 讓我來 看 現在